面对县长候选人刘兆豪召开记者会提出 妇女以及社会住宅等议题 县政府社会处处长钟清博 说明目前县政府的做法以及未来推动的方向 第一点先针对未成年少女生育率 台东地区并没有向记者会公布的数字 高达全国平均的2.5 但是最终要解决的应该是从环境与家庭来克服 那事实上少女的未婚怀孕 它值根于很大的因素在家庭 所以我们现在工作的重点就是外展式的服务 像我们今年在成功设立家庭福利服务中心 那也在成功设立一个儿童托育的守护站 那明年我们在南回县泰玛里还有大五 各成立一个儿童托育资源中心 以及青少年关怀中心 第二点生育津贴的补助 台东县平均一年出生为1700到1800人 如果要因为吸引生育把补助津贴增加5000元变成1万元 也试问真的会因为补助1万元而增加生育率吗 不过我们还是想到的就是说要从整体大环境来看这个问题 而不是只有一个5000加码成1万就可以提升大家的生育率 我想这个恐怕是比较不切实际 把我们的服务的输送的触角往部落往偏向去延伸 包括基础教育 包括补救教育 包括整个家庭的赔利方案 第三点大家热烈讨论的社会住宅在台东新政府来说 已经召开两次会议 针对社会住宅方向与措施来拟定 他更认为这可以成为公共政策讨论的议题 但不要变为选举的操作 那在我们台东来讲 事实上我们已经为这个事情开过两次会 那我们其他局处也在找合议的地点 那兴建之后如果作为社会住宅 那他的经营管理方式 事实上我们已经开过两次会 这个我认为社会住宅还是合议住宅 还是国宅还是新加坡的公屋制度 社会学者的讨论很多 我是觉得把它当成是一个公共政策来讨论 而不是在选举期间提出来 放个烟火 然后选举过后 大家就无疾而终 我觉得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我们希望大家真的那么关心住宅政策的话 我们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 产经地方庶民工商业 各行各业 带来讨论社会住宅问题 我们绝对乐观其成 谢谢 社会福利与富佑政策应该为长期考量与规划 实际探讨什么是真正民众所需 才能让民众真正有感 东太宣众部的综合报道